演播 陈哥 在伦敦塔桥的偶遇,让张吉许和纪东婷,他们之间多了一份随意亲切的感情。 从餐厅出来,张吉许跟在纪东婷的身后走。 他和他今天都穿着长款的风衣,纪东婷双手插带,他也双手插带。 不远处,一对金发闭眼的情侣走过来,男孩子同样也是双手插带,但是那女孩的手却是挽着男孩的手臂。 纪东婷转身看了张吉许,停下脚步等着他。 张吉许走到了纪东婷的身旁,抬头用眼神问他怎么不走了。 纪东婷沉默不说话,视线落在女人插带的左手上,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自己的手,勾上了她的肩膀,然后说道。 你走得太慢了。 那是因为纪先生您的腿长啊。 谢谢夸赞。 纪东婷的视线落在女人柔顺的头发,长睫毛,秀美的鼻子上。 说起来,她的许许的身高虽然不是很高,比例却是好的。 而且,她非常满意女孩子这样的身高呢,只要她稍稍低下头,就可以看到许许可爱的小耳朵。 她真想伸手拉一拉她的耳朵。 纪东婷要送张继续回去,张继续没有拒绝,她把地址报给了纪东婷。 说起来,她第一次与纪东婷有这么轻松愉悦的相处。 如果之前在跨江大小的那次是自由自在的轻松,这次更有一种从内心衍生出来的喜悦。 很多时候,熟悉一个人之后就没有了敬畏感,哪怕是魔鬼和天神都有让人觉得可爱有趣的地方。 不过,她看了看车窗慢慢倒退的景致和建筑,真觉得纪东婷开车好慢。 纪东婷是第一次把跑车开得这么慢,一路上已经有好多的车超过了她。 一辆自行车超越她之后,还回头鄙视地对纪东婷竖了竖中指。 纪东婷不屑,子飞鱼,烟之鱼之乐呀。 她正享受着此时寂静又舒坦的二人世界。 将继续租住的地方,就是距离这里不远的拐角进去的民宅。 纪东婷的车在拐角边上停了下来,她解开安全带,对纪东婷说道。 纪先生,谢谢你今晚的招待。 不用谢。 纪东婷也解开了安全带,跟着她下了车。 不是说,要带我去认识一下善良的房东吗? 啊,但是他们肯定睡了。 纪东婷抬头看了姜吉许一眼,随口就找出了一个理由。 我口渴了。 姜吉许不得不请纪东婷上楼去喝水。 姜吉许住在一幢普通的英式房子里,跟伦敦好多老房子一样,外观老旧,但是内部装修却非常的现代化。 她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室内室外都有楼梯直接上去。 姜吉许打开门,领着纪东婷进去。 她租的房间蛮大,但是里边除了一张床,一副桌椅和一套小沙发,就没有其他的大件了。 可能是东西少,越发显得整个房间格外的齐整。 纪东婷在小沙发上坐下,姜吉许给她拿了一瓶吸顿矿泉水,她并不口渴,拿着矿泉水瓶并没有打开,而是抬头问姜吉许。 这里需要多少租金呢? 三个月三千英镑。 真贵。 纪东婷环视四周说,想也没有想一下。 果然是来挑毛病的,将其许笑了笑,没说话。 纪东婷食指相握,认真地问道。 许许,你愿意住我那儿吗? 你根本不需要支付一个便是。 纪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在这里真的住得很好。 纪东婷在心里叹了口气,她站了起来说道。 好吧,我先回去了,你坐着,不用送。 将其许点头,但还是站起来送她到门口。 纪东婷回声说道。 Thank you. Bye. Bye. 结果,纪东婷动了一下,还是没有走。 她神色真振智地看着江吉许。 江吉许看着纪东婷如此认真的模样,有点于心不忍。 其实,她是有过动摇的,但是清醒之后还是觉得不可能。 纪东婷是个好男人,她如果不打算答应她,就不要吊着她。 她说道,纪先生,您真的不用在我身上花时间了,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两个不一样的世界里。 许许,这就是你所担心的吗? 那你来我的世界便可以了。 纪东婷满不在乎,过了一会儿,她惊讶地看着江吉许。 你,你不会是想让我去你的世界吧? 总之,我们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反正,反正我也不会做你女朋友。 江吉许也降上了,立在白色的木门中,硬生生地扔出了这样一句话。 纪东婷再次感到受伤。 那,那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吧? 我想要…… 跟我差不多的男人。 好,我知道了。 纪东婷咄咄咄逼人的立在江吉许的跟前,继续说道,你的心里呢,好比一个人只想抽一张毫无惊喜的小奖,结果呢,却抽中了一张五百万元的大奖。 不不不,是巨额大奖。 所以你都担心银行都存不下,是不是? 还巨额大奖,还银行都存不下。 这人,自恋到什么程度才会打这样的比方呢? 江吉许睁大眼睛,真的有点气涨了,脸颊红扑扑的。 你看,你果然被我说中了,只有被踩痛脚的人,才会这样生气。 纪东婷毋庸置疑地说,语速很快。 男人说着伤人的话,语气里却没有一丝恶意,因为眼前的是他所喜欢的人。 只不过,任何人被这样训斥都接受不了,将继续气鼓鼓地看着这个高傲到不可一世的男人,说话也孩子气起来。 那,那你不用搭理我呀。 为什么又是请我吃饭,又找借口上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呀? 到底是谁被踩痛了脚,我们先去肚明。 纪东婷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对,是我被踩痛脚了,如果我不喜欢你,你也不至于被踩痛脚,但谁让我喜欢你呢? 许许呀,是你太不懂得珍惜我,你这是什么行为呢,根本就是在暴敛天物。 I,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纪东婷说着说着,比中文熟练的英语已经冒出来了,而张继续则是靠在楼梯的栏杆上,念无表情地抬了下眼皮。 好的,那你不要跟我说话了,纪先生你真的可以走了。 再见。 纪东婷轻轻轻地一探,硬是不走。 最后,两个人都转过头不再说话了。 张继续在心里纳闷起来,他,他怎么跟纪东婷吵架了呢? 纪东婷绷着一张脸,心里也在想,说好的温柔呢? 最后,主动求和的还是纪东婷,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这样的小台阶。 嗯,抱歉,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不过貌似不怎么好笑。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好吗? 晚上,张继续躺在房间的床上,猛地甩开了被子。 这是什么人呢? 还明天见? 都说了不喜欢他,还一副你不爱我就是大傻貌的样子,他可是真神气啊。 张继续正恼怒着,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 他喊了窃听见,然后一道醇厚干燥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对不起,如果我有什么让你不愉快的地方,那肯定也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小说广播畅销书屋,21点到22点,两集联播,请继续收听。 天津小说广播与你共享。 阅读,阅读,阅欧,阅梦想,阅未来。 天津力祥,今休七年。 左右互搏,中有小城。 左手广播,右手网路。 进取诸身,元取诸物。 天津立祥 2014年 独家带你天津电台 与新浪天津商业行业广告 台网联动 助力商业 天津立祥 如果我的骄傲伤害了你 请你要相信 为了不失去你 我愿意骄傲少一点 爱你多一点 都市情感小说 亲其所有去爱你 正在讲述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 依旧又是那么自我 而又居高临下的道歉 但是很奇怪 张继续肚子里的气儿 瞬间给消失了 两久他才说 没关系 纪东亭驱车回到毕小浦路的房子 意外地看到母亲正坐在自家的沙发上等着自己 纪东亭问道 您怎么来了 我的儿子连我的宴会都不来参加 我当然要知道原因了 沙发上是一个美貌的女人 身材保持得也相当好 难以想象 是一个三十岁男人的母亲 纪东亭道歉 有点疲倦地说道 对不起 但是 我的确有更重要的事情 恋爱吗 纪东亭的母亲猜测起来 见纪东亭不说话 果然被我猜中了 of course not 纪东亭立马否定 过了会儿 他问自己的母亲 你觉得你儿子如何 我的儿子 很好 很完美呀 Kingsley 你是最棒的 Kingsley是纪东亭英文名 纪东亭自己同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懒洋洋地上了楼 走到一半想起一件事 转过头说 过两天 我这里有朋友来住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尴尬 如果 您想要到我这里来 希望可以提前打招呼 母亲端坐在沙发上说道 当然可以了 但是婷婷 你可以告诉我 是你哪个朋友要住进来吗 纪东亭最讨厌的就是 母亲叫自己婷婷 她直接走上了楼 以后再说吧 今天我有点累了 晚安 纪东亭是累了 深深的累着了 为什么追个喜欢的女孩会那么难呢 江吉许晚上还真想了想纪东亭的话 脑子里浮现出了两个场景 场景一 他开上了机东亭那辆 阿斯顿马丁DBS 威风凛凛的在大街上溜达 然后与何云的本田雅阁相遇 在何云震惊的眼神当中 他笑着说 何经理 你这样雅阁开了那么久 还这么新 真是一辆好车哟 场景二 他过上了每天豪车豪宅购物遛狗的至尊生活 他越来越离不开纪东亭 然后有一天 纪东亭要求分手了 他只能哭着抱上他的大腿 我真的爱你呀 东亭 而纪东亭面无表情的抽开自己的腿 眼尾轻轻抬了下 你懂得爱吗 当初你还不是看上我的钱才跟我在一起的 他继续苦苦挣扎 可是现在我是真的爱上你了 纪东亭依旧不屑 虚伪 当初我喜欢你 所以可以接受你的虚伪 现在不喜欢了 我厌恶你的一切 看 一切物质开始的爱情 以后都留下让人诟病的槽点 闷心自问一下 江吉许现在对纪东亭产生的心动 真的跟纪东亭的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吗 江吉许的心里 叹了口气 有些事 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又怎么跟别人解释自己问心无愧呢 他努力工作是为了钱 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 但前提条件是内心要坦荡 如果现在他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以后肯定也过不了 人可以贫穿 人可以贫穷 倒霉 甚至孤单 但不能不清醒 江吉许想到了以前的自己 以前的江吉许是什么样子 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些物质问题去考虑事情 因为他永远不会缺钱花 他跟沈航的恋爱 因为没有物质的拖累 十分的舒心和自在 他和他可以跟普通情侣一样 逛学校的后街 也可以心血来潮的去马尔大夫玩一趟 他和沈航谁也不差钱 当时只需要尽情的享受青春富裕的最美的光阴 他和沈航也从来没有因为金钱的问题而吵过架 直至后来 两家倒是因为金钱的纠纷 打了好几个月的官司 有些问题在没有遇到之前 他都以为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 但是等到这些问题出现 立马杀他个措手不及 原来在一切物质的面前 爱情脆弱的就像是一块溢碎的玻璃 而他一度以为那是钻石 第二天 酒店管理学院举办了个轻松的酒店服务技能比赛 比赛的内容就是铺床 要求在三分钟之内将一张中式大床铺整 做到三线对齐平整美观 羽绒被在被套里边要四脚到位 饱满挺光 酒店管理学院培训的都是主管以上的人 大家对于这种服务技能都不是很擅长 江吉许也没有铺得很好 但还是以动作娴熟 一态优美 获得了最佳岗位气质奖 酒店的管理学院老师上来颁奖 立在他完成的作品前跟他握手合照 傍晚 江吉许回到威廉先生的家里 通过QQ把获奖的照片发给了安美 其实主要是要报个平安 告诉安美自己在伦敦蛮好的 安美发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然后说 小江经理 论坛那事儿已经解决了 陆总亲自发了声明 大家现在都相信 你跟陆总没什么 江吉许也发了个微笑 他沉静下来想了想 陆旭那么晚才发声明 或许是对的 如果出事那会儿 他立马站出来解释 反而让别人觉得心虚 等事情过后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积极性快要消散了 那些不知事情真相的看客 才能更加清醒的思考整件事 安美却把照片发到了北海盛庭的QQ群里 江继续拦不住 心想也没什么 但是原本安静的QQ群好多人冒泡了 最活跃的是厨师长老黄 还发了一大串鞭炮的图片 江继续没有在群里说话 随后开始做老实布置的作业 突然QQ上有人给他发消息 他打开聊天框 是陆旭 北海盛庭的QQ群 陆旭自然在里边 但他从来不会在里边说话 另外 江继续和陆旭也从来没有在QQ上聊过天 两个人甚至还不是好友 聊天记录为零 陆旭问他 你在那边还好吗 江继续想了一下 回道 蛮好的 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陆总给我这次机会 然后陆旭就没话了 江继续看了看只有两句话的聊天框 再也不管了 继续做自己的作业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陆旭发来了第二条 我下个星期来伦敦 在你们学院有场讲座 你英语如何 江继续回道 很一般 但可以交流 没想到 陆旭直接发了自己的演讲稿过来 帮我修改一下 江继续的头顶 仿佛有一只乌鸦飞过 正要跟陆旭说自己英语并不好 陆旭已经下线了 江继续打开陆旭的演讲稿 他只看懂了百分之八十 他学着纪东婷的样子 骂了句虚伪 明明英语好 还让别人修改 纪东婷 刚刚自己想到谁了 江继续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整整一天 纪东婷都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所以他拒绝他 根本就是正确的 那个男人 不管从长相还是身份 怎么看 都像是水性洋花的男人 水性洋花的男人 水性洋花的男人 水性洋花的男人